8月11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基建项目在山西省硕州市淮仁体育馆进行 赛场上,队员们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不断 我们解释的是有总共24个运动员来参加这次比赛 基本上就是6个项目,我们就是男子女子,花剑中剑配剑 所有项目我们都全员的出席了 17岁的高佩茨是香港基建队中的花剑队员 当天的比赛中,她没有杀进32进16的比赛 坐在场地座位中,她感觉很是遗憾 我这次走第四,头32就输了 有些失望,但是没错,因为都是来比赛是来拿纪念 第一,我觉得来这些那么大的比赛,因为做了很多朋友 所以来到这个比赛我觉得特别开心 在记者采访高佩茨时,一旁的队友邵嘉靖表示 比起平时在香港的比赛,赛场里的普通话让她倍感亲切 因为我们全部人都是中国人 我们输比赛就是为了能学我们为什么输和还能在哪进步 所以我每一个比赛都会收到一些东西 邵嘉靖练习基建已有8年时间 他每周用15到20个小时进行训练 在二清会体校组男子配件个人赛中 邵嘉靖以14比15的成绩惜败,止步识强 邵嘉靖认为,内地运动员的速度和水平比他想象中要快要高 邵嘉靖的队友朱永俏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二清这次四年只有一次嘛 然后就一直都很期待可以来参加这个青年运动会 然后虽然今天打的不好 但是就惊艳吧 然后希望可以将来参加全国运动会 对此次比赛的成绩 香港基建队总教练郑兆康谈言 这次带队来参赛主要是为了锻炼队伍 从运动员的表现在肠上的拼搏的话 我觉得还是满意的 我希望的话 我们以后还是要是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还是多点回来比赛 而且还有训练 因为多一点全方位的交流 共同提高共同出镜的话 希望起了一个好的作用 近几年 香港基建队尤其注重对年轻运动员的培养 人才辈出 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投入到基建事业中 我们耕耘了有七八年 现在也开始慢慢有一些收成了 但是的话还是很不够 因为的话香港它有很多的局限性 因为它好多青少年的话 他们到大学以后 他们就会因为学业的问题 他就会停止训练 我希望中国的强大也能带动我们 那个香港的基建的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